我开不起来那艾奥克我就一直在发育了 是的 我这个四宝一的体系就在之间重行 昨天看小说看到五六点钟 虽然今天是上路比较靠在那儿的一种选择 但是毕竟他现在被针对也好 前一天和特长一喝了点小酒 然后白天就一直在睡觉 哎 这里想抓薰 薰是没有闪现的哦 但是这边岩斧反开 伤害够吗 这里马克已经感觉快要顶不住了 艾奥克 哦 艾奥克进城了 被焦虫顶了一下 但是自己的输出位置还不错 就被焦虫大招给炸了一下 泽力还是想瞄准如可以看一下大爆开 呃 这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加里奥呀 加里奥 淘宝还是没有低防住 是的 虽然这波其实在野区抓薰 我们看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就因为加里奥过来 还是把他们阵型出散了 我头真的好痛 看淘宝哥的比赛真的好痛 就阵型不完整 看淘宝哥的比赛头真的太痛了 他爆炸 很好的规避掉了 所以后续就只能四三而逃 又起了 那标记也是趁着这一波 不是这么小的地方打的话 看到了 被看到了 谁熏着波也蛮勇敢 那是 这边真没事 勾引啊 所以知道他放眼了 照打鼓舞 照打鼓舞 加里奥一个大招下来 不通过吧 哇 这艾奥克这个滑墙好帅哦 但是正面两边都过不来 还是一个四维 滑墙好帅 表说吗 随便看看 真挺大的 自家也 跑博这里 没东西拿了呀 真看不下去了 毕波 觉得你哪儿在下路带 啊 怎么又是大龙啊 不能让你带了 啊你 第一次被晴天打断 他们知道他现在是没有CB的 直接给大龙压力 那儿不要再带了 是的 先把你叫过来 哦 不管看完蛋 那儿马上走过来了 并且加里奥是很肉的 第一时间也没能限制到加里奥 反而强上激光也消耗到了JK了 鲁匹 咋没大没大 鲁匹没大呀 还是猛吃 不慌不忙猛现果子 哎呀 自己想想想想想不舍的交 没出来会定 一样交了 鲁匹 哦 你还想走 不行 喜欢皮 同志队友在打大龙了 打大龙之前 我先处理掉你的辅助 但正面我肯定是多人的 有没有机会啊 现在还有 我太我不敢看打大龙啊 啊 是的 上面没有果子 晴天已经再去追位了 用胃的大龙 直接走到了胃 不给他抢大龙的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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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看 巨灯打呀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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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能留两能留俩龙种 就留俩龙种了 在那儿 在床面给一些压力的对面 已经看到他 弄气其实并不满 已经开了 开起来送一电 还好有点肉 还想再追吗 没必要了吧 咱就是双 啊 啊 哎 这不拍的不错今天 把奥秒了 阿比要变大 阿比要变大 阿比变大 阿比变大 但是这边 收掉了 这个艾奥克 还是很能打 有没有后续伤害 可以阻止艾奥克了 好像没有啊 拉到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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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拿的话 感觉 哎哟 哈 全推回来了 拿下这场比赛 是的 而且这个时候下落冰线正好送过去 冰哥是有tp的选择直接交了出来 这波团虽然 这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有道哥勾到了 然后涛博这边直接把他秒掉 但是实际上他的伤害已经打 涛博哥 我们涛博完蛋了 就是 几坨铲露在了一起 还是标记最后拿下了胜利 我们恭喜标记 涛博完蛋惹 涛博拿到了季后代席位 恭喜标记 这两把打的确实是非常出色 第一把是球流球拿下了比赛 第二把也是四点败 很长一段时间的僵持领先了一些 好了 只要我下的够快 他们就追不上我 黑粉就追不上我 我走了兄弟们 只要我只要我下的够快 只要我下的够快 我那个叫什么 黑粉就追不上我 戒 而且冰哥这位 身也是真 他就真是衣服戴 走了 再见 只要我跑的够快 孩子封家人啊 孩子封家人啊 孩子封家人哦 赛季的第九胜 好了好了 还差两场比赛 拜